比如说神经质的生活当中 照镜子呀 每一个姿态呀 仪态呀 都非常像周润发 他还做了一个非常深的功课 就是看了周润发所有的电影 把里面周润发会的一些技能 都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 我只是学他来一点点皮毛 比如说因为我要生活 我要去外面做一些商业演出 我要改变我的生活 让我的家庭 让我的父母过得好一点 我肯定要去学一点 一些技术方面的那样才好 发歌有一个绝活 你就学得特别的好 今天在现场 必须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可以呀 你想挑战一下吗 模仿他 但是你知道 其实关于模仿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喜遇参半 首先从外形上来说 很多人在网上说 你未来跟梅艳芳相似 所以做过很多微整形 你这个微整形我还能接受呢 有人说我已经大刀阔斧地 在脸上做了做了什么 我们今天也看 也准备礼服 你来看一下 是不是 数前数后对比照 你看 数前数后对比照 这张照片其实是 在网上你可以随处搜到的 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数前数后的对比照 我今天来揭秘一下 是同一天照的 而且呢那个是假发 一个动作要学好几天 就是这样把它学下来的 那这一路模仿下来的时候 有那种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吗 有 太多了 他的舞蹈真是太难学了 你就算 你就算把它学下来 你只是个框架 没有灵魂 跳出来 特别特别的难看 还有就是 第二就是他的服装 太贵了 我真快做不起了 听说你为了模仿 麦克尔杰克森的一套衣服 你当时是去到了 义务小商品市场 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因为国内我也定做过很多